已拍完了 你如何形容我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是过客 还是绝可不提呢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做 是否在绚烂的星河 天亮都要湿色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曾经愁而不得 我都不晓得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床头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凉走 再松开手 你却以握紧别的温柔 听说你轻描淡写 安慰他说从来没爱过我 戒入教室的承诺 也逃不过潮汐的沉默 那晚清空 掩开着岗被日落染色 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还晚了 我会送你 也会送你 帖入教室的远色 手 送你 我会送你 一首非常好听的 谢谢感谢回首姐姐 谢谢你的兔兔 感谢打美好的仗 感谢梦中情人 谢谢雨波 感谢老卢 谢谢阳光 欢迎双一座 欢迎大家 大家中午好 欢迎神仙 欢迎大家 对家人们 我们没有亮灯牌的 我们把灯牌亮起来哦 家人们 得周末不休息啊 谢谢我们回首姐姐 谢谢大家 家人们我们的赞赞不要停 现在我们是8.5万的赞赞 我们冲击一下 10万的赞赞 谢谢老孙 感谢你的心心 好听好听 今天我跟热西都是变装 然后给大家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我们冲击一下 10万的赞赞好不好 家人们感谢大家 刚刚那首歌叫做听说你 欢迎蝶梦 大家下首歌想听什么歌呢 靠在公屏上 旧梦 旧梦是一首新歌是吗 我还没有听过啊宝贝 我也不会唱你这首歌 嗯要听一下 红尘野花 嗯还有什么 红尘千冠点是我可能 来个掌人呐 掌人的歌 那首歌掌人爱我的人我爱的人掌人 也不知道 来个掌人的值得掌人是吧你们觉得 值得 值得爱她要听的 思念成杀 安绕姐姐特别喜欢 思念成杀 昨天思念成杀 确实是掌人了 确实是啊 狂浪 狂浪 狂浪这个有点 有有点太太猛了 我觉得若曦这个嗓子还是要保护一下 音有点高啊 家伙们我们的赞赞点起来赞赞不要停 没有给若曦一点关注的 也要瞄准一下若曦旁边红色的关注 点击关注后出现一个黄色的猩猩 我们再点击黄色猩猩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 我们先唱一下《思念成杀》吧 好不好 然后加带是伴奏啊 然后加带准备一下我们钢琴部分 《思念成杀》的伴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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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怪我太痴伤 原来思念是这么的可怕 余生在抵达 我已哭到沙哑 爱过恨过的我 就像个笑话 从伤望的梦 被遗憾心抛下 借的锅子是如此的苦辣 风狠狠地刮 肆虐地在喧哗 伤过痛过的我 还是放不下 已盛开的花 被放出到天涯 随岁月凋零着一片风沙 怎么啦 我想错到散乱的地方 还缠绕着我对你的牵挂 又何才能放得下 怪我太痴伤 原来思念是这么的可怕 余生在抵达 我已哭到沙哑 爱过恨过的我 爱过恨过的我 就像个笑话 从伤望的梦 被你狠心抛下 觉得过暂时如此的苦辣 风狠狠狠 风狠狠地刮 肆虐地在喧哗 伤过痛过的我 还是放不下 已盛开的花 被放出到天涯 随岁月凋零 这一片风沙 余生在抵达 我已哭到沙哑 爱过恨过的我 就像个笑话 从伤望的梦 被你狠心抛下 接得过曾是 如此的苦辣 风狠狠地刮 肆虐地在喧哗 伤过痛过的我 还是放不下 已盛开的花 被放出到天涯 随岁月凋零 这一片风沙 随岁月凋零 这一片风沙 随岁月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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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没有吧 今天效果一切正常吧 家人们 然后现在感谢小榜丹 谢谢小豆 感谢安瑶 谢谢一彩哥哥 感谢老四 老四让我继续给一下 谢谢咸游 感谢飞马哥 谢谢唐唐 感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 谢谢大家 家人们我们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 瞄准一下若曦旁边红色的关注 点击关注后出现音乐呢 出现一个黄色的星星 我们再点击一下黄色星星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 下一首歌大家想听什么歌呢 小豆 小豆哥哥是戏本组的夹带 不是 若曦唱歌的时候 我要一直在挥舞那个银翁梦 谢谢小豆哥哥 今天的声音一切正常 对吧 宝贝 有人说确实是单声道 有的人说正常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单声道啊 就是不饱满 整个耳机里面像单独出现了似的 自己 哦 整次看不到歌单 大家右上角有 应该有我们本场节目的节目单 有 我有 嗯 我有 他们说看不到歌单 不会点歌 家人们可以适当的啊 凭记忆 看看有没有喜欢若曦的歌 如果要是不会点歌的话 可以看一下主页的歌 说是好像是单声道 说的是这个 音效不好 唱得挺好 音效不好 啊 我们家铁粉也在说啊 我们这个 呃不是很正常 做没有平时的音效好 是吗 谢谢一直 啊 有了有了 好了 有有了 谢谢一直海哥哥 感谢你的闪耀星辰 想听秋练 秋练中午唱是不是有点慢呢 感觉大家吃完饭就要午休了吧 就要睡觉了吧 谢谢安阳 感谢你的牵纸喝 谢谢大家 我们唱一下 一半疯了一半算了 试一下怎么样 看看音效怎么样 好 大家觉得 你用耳机去听啊 手机会放啊 回首姐姐收播耳机听 很正常的 我一直耳机听 所以直接能听得出来 有区别的 所以很难说 有的人说正常 有的人说不正常 你现在是不是耳机 坏了呀 啊 感谢陶冰 谢谢你的珍爱玫瑰 谢谢你的礼物 暖宝宝也说 耳机听得很正常的 可能大家就是 觉得最近的音质有点杂 是吧 我们以前可能 你们觉得清晰一点 哎呀 是不是嗓子痒呢 也有可能 嗓子痒 你们觉得有点 有点杂 来 再来休息一下 我们唱一下一半 疯了一半 嗓子痒给大家 今天是变装啊 大家是不是看到我 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变装看得我就年轻一点 是不是 变装看得年轻一点 要不然 你们每天有人在猜我四十多岁了 我真的是啊 心真的是这个心啊已经 憔悴了已经啊 嗯 什么 哦 对 就光是这个一个机位是吧 ok ok 好 嗯 好吧我们准备一下一半封了 一半散了 是谁继续扰扰这命运的岛场 谁曾然只希望少一片空荒 多少心的滚烫 多少心的滚烫 开不出花香 有梦的人 也许最迷茫 就怪那旧被太牵 经不了来日方长 相思太短走不到北发苍苍 这一生一半疯了 一半酸了 不是年少不疯狂 只是岁月太荒唐 就怪那翠翠人老 看不清一如既往 笑谈风霜 留一副冠冕唐花 这一生一半疯了 一半酸了 再对裂就诉衷肠 只能说说就是谎 这一生一半疯狂 细细扰扰这命运的岛场 谁曾然只希望少一片空荒 多少心的滚烫 开不出花香 有梦的人 有梦的人 也许最迷茫 就怪那旧被太牵 经不了来日方长 相思太短走不到北发苍苍 这一生一半疯狂 这一生一半疯了 一半酸了 不是年少不疯狂 只是岁月太荒唐 就怪那虽狂 就怪那虽痴人老 看不清一如既往 小谈风霜 留一副冠冕唐花 这一生一半疯狂 一半酸了 再对裂就诉衷肠 只能说说就是谎 就怪那旧被太牵 经不了来日方长 箱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 这一生一般疯了 一般酸了 不是年少不疯狂 只是岁月太荒唐 就怪那岁岁人郎 叹不起一如既往 小潭风霜留一副冠冕昂花 这一生一般疯了 一般酸了 再对了就所中场 只能说说就是我 谢谢也谢谢我们小豆 感谢我们小豆宝贝 也谢谢我们所有松鼠里 我帮我们点赞的朋友 谢谢感谢大家 谢谢小豆 感谢安阳 谢谢陶冰 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 感谢大家 谢谢梦中情人 谢谢大家 家人们我们要给若曦点关注的 瞄准一下若曦的关注 点击关注后出现那个黄色星星 我们再点击一下黄色星星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 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哦 家人们我们现在是22.2万的赞赞 我们冲击一下30万的赞赞 我们家甜粉说确实不是立体声啊 那是什么就是 那你们听到的是什么效果呢 没有立体声 哦他们说完全就是跟原来不一样 那是什么原因咧 但是也很好听啊 谢谢暖宝宝 感谢你的纸赫语 谢谢暖宝宝 单声道的就是 单声道是什么感觉 就只有一边话筒出声音吗 啊就砸呗说白了 就是我唱的歌和伴奏 就续续顶在一起了是吗 啊不像就是有那种环绕的那种感觉 啊那 是这样子 那那不环绕 一边出声音啊 他们是单声道是 集中在一个点上出声音 没有环绕立体声对吧 现在很单调 好 那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办呢 真的是 单声道是就一边耳机有声音 不是两只耳朵跑声音 啊 小翅膀第几啊 三十一点还值得跟我说一下啊 我以为你刚刚我第三呢 加泰告我 你现在小翅膀呢 我小翅膀第几啊 三十一 我三十一点还刚我一声 我以为你刚刚我第三或者第一 你刚刚我三十一 三十一能刷到我吗 三十一 我刚刚你说三加一 三加二 你知道吗 谢谢感谢我们小刀 谢谢你们小刀宝贝 谢谢大家的礼物 谢谢 三十一可以忽略了 对我也这么想的 好吧有请她交代啊 我们唱一下随心石啊 跟我们的小刀宝贝 唱一首随心石 今天比较近距离能看清我了吧 你们天天说 距离远看不清我 现在是不是能看清了 第三和第一 我要是 小石宝能拿个第三 人气宝拿个第一 我现在就感觉我死而无憾了那种 换装备了吗 就是换了一下衣服啊 我们的音响装备没有换 哎呀可能是传说问题 我真的是拆东墙补西墙 墙墙不一样啊 墙墙不一样啊 墙墙不一样 为什么看眼带有点 那是卧槽不是眼带啊 眼带是圆的 卧槽是直的 一定会有那一天啊 珍惜有那一天吧 好不好 珍惜能够有那一天 我今天耳机为什么支人 很奇怪哦 今天距离近 对因为今天裙子是到膝盖的距离比较近 你要打人心吧应该能第一 打不上去 我们一万加的时候都打不上去 就很奇怪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 抖音上流量一个很奇怪的女主播 真的家人们 就是忍耐啊 这个运气啊 在这里啊 可能我的运气没有那么好 好 准备一下 三十一位准备一下啊 我们的碎星石 让我们的李小老师 准备一下我们的伴奏 加泰跟我一起合唱的啊 导播老师 副歌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合唱的啊 嗯 世上没有 为心而碎的石头 为心而碎的石头 却又为心而碎的心 让自己相信你 从此意愿里 慢慢在渺渺梦醒里 你我没有 刻骨铭心的恋迹 我却又一颗 痴痴的心 那从此一个人回忆 从此各奔东西 从此不会有好天气 我知道你是风景 你是雨后的彩虹 我认出所有的忧伤 轻轻的 与你分手 和随心事 随心事 随心事 只为心而涌 只为心而言 不为心而碎 不为心而碎 不为心也破碎 你我没有 你我没有 刻骨铭心的恋迹 我却又一颗 痴痴的心 那从此一个人回忆 从此各奔东西 从此不会有好天气 我知道你是风景 你是雨后的彩虹 我认出所有的忧伤 轻轻的与你分手 和随心事 随心事 只为心而言 不为心而碎 不为心也破碎 和随心事 只为心而言 不为心而碎 不为心也破碎 只为心而言 不为心也破碎 只为心而言 不为心也破碎 谢谢感谢男宝宝 谢谢安阳 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 感谢大家 谢谢海哥 谢谢波波 感谢大家 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家人们 我们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 瞄准一下 若曦旁边有红色的关注 点击关注后 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星星 我们再点击黄色星星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的赞赞是 三十万的赞赞 我们家所有的铁粉 我们冲击一下四十万 好不好 感谢大家 对今天声音确实有一点问题 我刚刚是 家人们你们觉得声音有问题的是用耳机听的 还是用手机外放听的呀 是用耳机听的是吗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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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贼 这个声音很贼 它是刺耳 我这个耳机能听出来 外放 外放声音 耳机 音响也是 它没有连接音响的 家人们我们的赞赞不要停 我们把灯牌先亮出来 来让若曦去调整一下 好不好 对 刚刚那首歌叫做 《碎星石》 家人们 哦 用了三海塞尔的耳机 听用的确实是单声的 完全单声的 这个 这是可能是 音响老师 什么东西选择错误了吧 我们可能是传书的 你们这个有点 什么过激信号 立体信号 你们这个说的太专业了 我都不太懂 谢谢大家点赞 家人们我们冲击一下 赞赞 四十万的赞赞 我们家铁粉点起来 辛苦大家了 厉害了 我俩自由发挥就行 只有右声道 这是很真实的美声唱法 对 因为我根据若曦的专业是美声 有的时候唱歌 就是那个味道还是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那种跳舞的人 他专业是芭蕾的 他跳民族也是芭蕾的感觉 跳什么都是芭蕾的感觉 这个就是刻在骨子里 没有办法 但若曦唱得比我好一些 我这个 我觉得我的美声 已经根深蒂固了 几点打人气票呀 跟我们现在就是 十一点到十二点 就是大家有人气票的 就可以往外扔一扔啊 家人们 你们在看我的鞋子吗 我的鞋子不贵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家人们我们的赞赞 然后就是 柔西声音很大气 对它是女低音嘛 女低音嘛 所以它的声音就特别的 昆特别的估 那个音域 关注两个字 点击以后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猩猩 然后我们再点击那个黄色猩猩 再点击礼物栏 选择粉丝团礼物 就可以看到人气票了 查人气票就可以送出来了 我是37码的鞋子 我是37码的 谢谢大家的点赞 欢迎新载朋友大家中午好 谢谢大家感谢你们的人气票 谢谢大家 37码就是 我属于正常的女生的脚吧 应该是 也不大也不小 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最好买的鞋子 我妈妈的脚很小 我妈妈是三四的嘛 三四的脚 我妈妈脚很小 我们等等大家 大不了我们 这也是歌名 是我们家铁粉吧 我们把灯牌亮一下好不好 北方女生都38以上吗 3738差不多吧 最好买鞋的 对 三四太小了 我四三的 确实是三四的脚 我妈妈 裹脚 没有 就正常 三四的脚 她就 我三五 你看 取一二 人家三五 有女生的脚 就是很小 我这都 我妈妈都嫌我脚大 我三四 我妈妈三四的脚 买鞋的时候 就是 不是很好买 就是我觉得 女生36 37 38 都挺好买鞋的 手三四嘛 对 我妈妈是重庆人 就个子 个子不是很高 你看大家脚 我发现我们 我们直播间的女生 真的好多呀 你看 三四脚 好多 男生要是38码的脚 应该也算是很小的 能卖到鞋吗 也应该不是很好卖鞋吧 欢迎新亲爱的朋友 还真有三四的 是不是暖宝宝 看了吗 真的有的 你的鞋是钻石吗 对于我上面有珍珠 然后还有钻钻 我就是比较喜欢那种 bling bling的东西 就从小就是喜欢那种 闪瞎你们的眼睛的那种 喜欢那种bling bling的东西 我现在我们不知道是 鞋架的问题还是我们直播助手的问题 现在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还是高频会比较杂 所以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我们也在弄 好不容易这个电话 电话去了 好不容易话筒不断了 这家伙又又开始出现别的事了 我发现 这老天爷是真的是为难我跟家带呀 谢谢神秘人感谢你的999张人气片 好吧我们准备一下低频多一点的歌好不好 唱一首对你说看看怎么样好不好 对你说听一听 你们感觉感觉一下怎么样 好 嗯 我的独唱啊这首歌是 感谢神秘人哥哥 谢谢你的瀑布 上浩漠 巡护着 在风里 小心穿梭 我也曾 痴迷着爱情脆弱的颜色 你走向他那一刻 画面跟着颤抖 比错过残忍的 是没可能挽留 你如何形容我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 是过客 还是绝可不停呢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做 是否在绚烂的星河 天亮都要失色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算尽臭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凉走 再松开手后 你却以握紧别的温柔 听说你奇妙淡写 安慰他说 从来没爱过我 戒入教室的承诺 也逃不过 潮汐里沉默 那晚天空 眼看着干杯日落染色 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太晚了 你如何形容我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 是过客 还是绝可不停呢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做 是否在绚烂的星河 天亮都要失色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算尽臭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凉走 再松开手 你却以握紧别的温柔 听说你奇妙淡写 安慰他说 从来没爱过我 戒入教室的承诺 也逃不过 潮汐里沉默 那晚天空 眼看着干杯日落 我认识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还完喽 谢谢 谢谢 一首非常好听的 听说你送了我们主播间朋友 再次感谢大家 来 加点有请我们将来来到舞台上 这首歌非常的那种 歌词非常好听 是不是 谢谢我们的米丽啊 感谢米丽 好好听啊 这首歌 就是歌词写得非常非常好 我喜欢的歌都是歌词特别好 嗯 来 我看一下我的耳机 啊 家人们 歌词 下次吧 歌詞打出來就好了 寶貝我們試過 但是有點影響我們演唱會的感覺 來 上到這邊給你下 若曦今天很好看 是嗎 所以大家比較喜歡她穿便裝是不是 斯蒂 斯蒂 謝謝老孫 感謝你的人氣票 對 感謝大家點贊 家人們我們現在是41.7萬的贊贈 家人們 我們衝進一下50萬的贊贈好不好 謝謝大家 不要歌詞能看到你們就好 河馬夾雞腿 悠悠你出去 你 你出去 這個梗真的是 我跟你說以後 誰說我想像河馬的話 我跟你說 又會潛水 又能吃雞腿的 你們就出去 我是好人哪 你是好人你還說 你們真的是 我跟你說 你在這樣的話 以後河馬兩個字 我要在直播間裡變成屏蔽詞 你們老給我起碗 什麼米餡啊 河馬啊 然後還有什麼 你們沒有少 又是什麼帶 叫什麼帶了上次 又說海帶又什麼的 吃雞腿 那我嘴大 我唱歌的時候唱高音必須張大嘴啊 那我不張嘴我唱不上去啊 河馬 咱們說你是河馬 對 說我正好河馬潛水吧 能憋氣 昨天我不跟他們說唱歌要 吐氣憋住嗎 我準備一下值得給大家吧 好不好 那再來準備一下我們值得的伴奏啊 嗯 万语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 愿意深陷的是我 没有确定的以后 没有谁祝福我 反而想要勇敢接受 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 希望做的不是我 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 跟着你走跟着你走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 也错的值得 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刚美的承诺 我可以对自己承诺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 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 留给别人去说 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 那是为你才什么做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 愿意深陷的是我 没有确定的以后 没有谁祝福我 反而想要勇敢接受 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 希望错的不是我 希望错的不是我 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 跟着你走跟着你走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 也错的值得 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刚美的承诺 我可以对自己承诺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 也错的值得是执着 是洒脱 留给别人去说 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 那是为你才什么做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 也错的值得 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刚美的承诺 我可以对自己承诺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 也错的值得 是执着是洒脱 留给别人去说 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 我是为你才什么做 谢谢一首好听的值得送给大家 谢谢我们所有送出礼物 帮我们点赞的朋友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感谢安阳 谢谢一只海哥哥 感谢001001 感谢世多霹雳小姐姐 谢谢老孙 感谢飞马 谢谢医生 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 欢迎双一座和潘大哥 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谢谢大家 家人们我们的赞赞现在是 46.9万的赞赞 我们冲击一下50万的赞赞 好不好 谢谢大家辛苦了 我们家铁粉 感谢人生 谢谢你的礼物 感谢大家 谢谢飞马哥 谢谢你的辣物灯牌 家人们我们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 要给若曦点一波关注哦 点击关注后出现那个黄色细细 我们再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 欢迎新加拿来的朋友 平行线你吃饭了吗 你一直在抠 谢谢大家 中午几点 几点播呀 我们是中午的11点到12点半直播啊 家人们 晚上的时间是9点到11点 所以大家看哪个时间段 你们有时间 求100个会员队 有条件的家人们帮家带完成一下业绩 旁边小星星旁边有一个V 我们家关注了以后呢 会出现小星星和黄V 我们有条件的家人们点击一下那个黄V 就是我们的VIP会员 有很多的福利给大家 所以有条件呢 家人们我们加一下那个VV的会员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人气票 下首歌大家想听什么歌呢 我们靠在公屏上 欢迎小跟班 欢迎小不点 欢迎大家 大部分 充击以下50万的赞赞 南平晚中 人生到场 大不了 大不了得特别砸吧 今天这个音效 是不是容易特别砸呀 一半放了一半算了 已经唱过了啊 地 刚刚碎星石也唱过了 宝贝 我看很多的这个歌唱主播 每一天就直播 两个小时啊 真正唱歌的时间是不是 我跟加泰今天还想到 我们俩可能唱的时间有点多了 所以虽然有一百多首歌 大家好 就是大家还是觉得会有所重复啊 因为我们俩要唱三个半小时 只靠 基本大部分都是靠我一个人 所以我感觉 我们要稍微缩短一点时间啊 因为我们没有PK 然后我们没有嘉宾 所以这么就是 人家唱两三个小时的 人家可能中间会PKPK 然后或者是像唱四个小时 那种人家会有一些嘉宾 对吧 我们没有嘉宾 然后没有PK 这么唱肯定会大家觉得 重复率很高 我们是中午一档 晚上一档 所以大家就觉得 对 所以我们就是收益也很低 然后给我们累够呛 就这种感觉啊 收益也低 然后三线人数也没有那么高 然后还给我们累够呛 天天睡不满 睡不饱 天天累得要死 真的 真的是累得要死那种感觉啊 瞎收一下 可以连麦啊 家人们其实还都想打PK的 我看 老师出去玩玩 出去玩玩 连麦并没有多大意思 不要分两档啊 其实两档确实是有一些是同样的贴分 有一些是 不一样的是吧 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可能是中午来 你像我们月亮姐姐 她就一般都是中午来能看我 然后晚上就不怎么来 都是这样子 很多的哥哥姐姐她都是中午来 晚上不怎么来 就很奇怪 对 很多都是一天就是两个小时 要不然就是早上 要不然就是晚上 人家就两个小时 就做演出的那种 做演出就是两个小时 玩家PK或者有嘉宾的 可能说她是三个小时 因为她就把PK和嘉宾的时间 腾出来了嘛 所以就 我们俩就现在就是 中午可以不开播呀 中午晚上都来听歌点点赞 所以就是一天两场 我们就是一个半小时一场啊 如果要是 时机中在一场 就是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就完事了 也就是这样 我早晚都在是吧 对就感觉就重复率挺高 因为我一直都在唱 对吧嘉宾 我们一直都在唱 然后其实嘉宾 可以在直播间弹的钢琴 大概得有 十多首的钢琴曲了 因为她不用麦克说话了 忘了 我以为麦克又坏了 忘局下来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是大概有 十多首的钢琴 但是你要想 一天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 怎么轮这十首也都轮完了 对 对 很多不是不给大家弹 有的朋友他听不懂 他觉得没意思 你知道吧 喜欢的也就那么两首 也就那么多 对 经典的也就十多首 所以就很 哎呀 就是这个很纠结啊 这个事情 多唱歌少说点话 所以说我就在想 要不然就是 我们集中在一个时间演出 然后就多唱歌 然后我们把 小时榜和我们的这个 我们大家礼物都集中在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 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学新歌 可以修起响子 等到有PK的时候 我们再延长 不要量场你觉得是吧 没关系啊 我们考虑一下看看怎么办 三个半小时跟着真的唱不动 因为 我感觉就是全网最佛系的主播 就是我们两个 每天精力都在排节目上面 然后 真正真的 其实得到的铁粉 和我们 真正的 真正的收益来看 就是非常少 铁粉也很少 今天我还跟加带说 我加带你说 我们什么都不差 为什么人机票打不上去 为什么流量这么低呢 其实就说 只能归结于运气了 家人们 只能归结于运气了 我跟加带就想说 可能我们运气不好吧 先把影响效果调好 大家觉得 昨天开始的影响效果 就不好了 是吧 音响不好 没有立体环让声 我们解决一下 一场低了就影响 对 就影响下一场 所以我们俩有时候在想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们唱得不算好 也不算差 然后我们的形象 也不算好 也不算差 但是有很多的人 就是比我们播的都好 所以我跟加带有时候 会怀疑自己 会怀疑自己 神秘有问题 可能是因为 我的曲风太近了吧 吸纳的都是一些 比较喜静的观众 大家都不喜欢战斗 都喜欢静静的 那么唱一下 我们的佛渊颖给大家吧 大家一直想听 我开开耳机 让加带先给大家点点赞 好不好 来吧 嘉宇们 我们现在是55万的赞赞 我们重新一下 60万的赞赞 然后若曦开始唱歌 好不好 辛苦大家了 坚持就是胜利是吧 成功之前的黑暗时刻 都会听情感是吧 大家一直在点这个 佛元寅 来我们唱一下 佛元寅给大家 星空闪烁几多重 为明为理枯中求 繁华落尽留不住 转眼流年已白头 多少红尘已过客 多少往事成云烟 随时芳华已失去 望里春花心事求 愿情过莫莫强求 愿今似水难解忧 欧马内北美风 双手和时前行送 佛祖浮散心中流 新年百思成云烟 欧马内北美风 愿人独我我独人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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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 欧马内北美风 欧马内北美风 选快乐 欧马内北美风 愿人渡我我渡人 愿情果莫强求 愿今似水连结流 我满泪被美红 双手和时间心送 佛祖菩萨心中流 新年百思成为我 梦满泪被美红 愿人渡我我渡人 心怀自卑多感恩 心如莲花不提升 手碰一盏明灯照 断舍烦恼情缠凶 手碰一盏明灯照 断舍烦恼情缠凶 心怀自卑多感恩 想得的 靠一下 窍君 旁边红色的关注 点击关注后 谢谢肥猫 感谢你的烟花 会看到一个黄色的猩猩 我们再点击一下黄色猩猩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 赞赞也不要停哦 家人们 我们现在是60万的赞赞 我们冲击一下70万 辛苦大家了 辛苦我们家铁粉了 对 只有坚持 我们坚持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感谢大家 谢谢暖宝宝 家人们说人气票是什么打 我们就11点没 但是我们俩 现在你们不是说 可以一场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吗 然后这个人气票就很奇怪 那我们只能11点到12点打是不是 对 是 好的 打这个小时的人气票吧 我能够这样能打得上去哥 有时候我已经很好奇 人家700多个人的直播间是怎么打上去的 我1万多人的直播间都打不上去 我就很奇怪 你们直播间档次很高的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太小众了还是怎么样 你订好时间这个小时好打的 这个小时好打我们不是播到12点半就下播了吗 对 除非播到1点钟 现在都是打付费了 我感觉我付费也够呛吧 感谢一颗心 谢谢你加入我们的阅读会员 VIP会员 谢谢一颗心 还是要准备一下的 我就是有的时候随机怎么打 然后 有的时候打不上去 我们家铁粉其实还是蛮不开心的那种 就是感觉就是士气薄弱 所以总打不上去 大家就觉得心气都没有了 我们要提前说 提前通知大家 然后第二天要打 好 明天吧 我们明天11点到12点打 好不好 我们坚持做自己其他的留给时间 在群里通知 11点到12点钟打 行 明天试一下 试一下 然后跟群里面也通知一下 我们争取之后多收一些付费票 对 付费人机票 这样我们能往上冲一冲 我看行是吧 你们自己不能做谢气的话要鼓励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也会很谢气的 就是我们俩已经 就是我们俩已经也是很努力地在做内容了 然后我们也很努力地在做效果 基本上赚的钱都投在了我们的这个直播效果和节目当中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其实不单单是人气吧 就是哪怕说我们直播间一千个人 我们能把人气票打上去 或者是有一些哥哥姐姐很喜欢我们 我们俩也很开心的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是抖音 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主播 然后到头来连个灯牌都没有哄过 就是那种感觉 我跟在爱就是觉得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明天我们打人气票 就是要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马甲变成红色的 这衣服穿得有点久了 你们很好已经很细节了 对呀 就是抠细节给大家 希望把更好听的东西 更好看的节目给大家 然后光我们的摄像机就配备了六七个呀 就连导播台 我们都都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播台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今天不是这个出问题 明天就是那个出问题 其实加加也很努力了 加加每天回家都空空空练琴 每天都在练琴 我就停了十多天 停了十二天左右 人家停了 人家停三个月的回来都一样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俩不会管理 我们俩不会管理团队 我们俩不会管理团队 就是不赖别人你知道吧 我就相信 三斤也好谁也好 人家休息一个月 人家回来都一样 对不对 这是我们就是没有 不会管理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是赖我们两个人 对吧 加带 对 所以不赖大家 不赖大家 若西你要多空场 我的嗓子不够啊 你们如果让我可以少唱一点 我就可以够 加带空场是不够 但为什么加带最近经常讲话 就是因为我的嗓子 从假流之后就没有恢复过来 我每一天要唱二十多首歌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要唱 无论是每声名歌 还是流行 无论是高的低的我都要唱 所以说一般维护公平都是加带 然后大家就觉得加带无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只能我们缩短 那没有办法 我们俩也在想这个问题 原来是想说让加带多讲点话 对吧 加带 是的 我多说一点话 让他生生嗓子 然后大家就觉得 是这么定的 对 然后大家就说了什么 宣宾夺主 家人们还是觉得要少说话 多唱歌 但是你说不跟你们沟通 你们觉得好玩吗 有架子 就很高傲又说 好玩吗 然后就经常聊聊天 又觉得我把流量做低了 就是怎么着都不对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 好玩意 好玩意 粉丝群里现在可以领人机票吗 好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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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你们辛苦了 谢谢 谢谢宝贝 就是 哎呀 我们俩也在自我检讨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对 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 你说不怎么唱歌吧 我们流量还低 唱一唱流量就能上来 但是唱唱流量上来我又天天唱 那我只能说我光唱歌 讲话要加在讲 然后大家就觉得 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喧宾夺主啊 怎么怎么样 斯蒂 然后天天唱三个半小时 你就是歌手都不好使 就是那些职业歌手 他也不可能每天唱三个半小时 对吧 他都是有嘉宾的陪他唱 他可能就唱一首歌就唱几句 你就很难看到一个歌手 每天唱三个半小时还要讲话 让大家再多讲讲吧 招徒弟形成团队 再带我们招个徒弟对吗 我们曾经招个徒弟 招个呀 对 然后发现那些徒弟都比不了我 招个徒弟 咱们我们招个徒弟 我们也带过团队 招个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有了这些人之后 反而显得我的直播间不高级了 我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就是说 差距不是很大 你们想加带其实已经很优秀了 他在我身边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如我 这真的是会这样 不是说我夸我自己 就大家心里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加带比我优秀很多 但是大家都会这种感觉 然后我知道任何一个人你们都觉得看不上眼 所以以至于就后来就我们俩了 晚上播呀 播 大海一个 我们播 嗯 正常播 正常播 你知道任何人在我身边你们都会去对比他的歌曲 他的形象 就连加带其实本人已经很优秀了 他站在我旁边 大家都会觉得他身材又没有我好或怎么样 都会有这种的感觉 那你想 就是没有 真正优秀的人怎么可能过来跟我一起直播呢 对不对家人们 而且我们流量也没有很高 你说我们原来十万家 五万家的时候可能会吸引一些优秀的人合作 我们现在几千人 三五千人两三千人 谁能过来去愿意当这个绿叶啊 不可能的 向我晚上播太辛苦了 哎呀 没准家人们我们俩已经 已经没准了真的 谢谢肥猫 直播是综合艺术 对 是我们两个人搭在一起 我在前面站着 站在旁边坐着 是我们俩定好的 我坐在那里也没有他好看 他站着了也没有我好看 就这样子 并不是直播的时间长才好 可是大海哥 我们的收益真的很低啊 哥哥 我们只能靠努力的去唱歌 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唱歌唱来的 知道吗 我们我们其实也知道很累 但是我们的每一首歌 每一分钱都是靠一首一首歌唱出来的 家人们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 你想我们没有PK 然后我们只唱歌 然后我们再缩短 那我们可能每个月连 员工的员工的费用 连我们的直播的电费都出不来了 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全球的直播 除非一些很好的哥哥姐姐 会过来支持我一些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票的 家人们 基本没有什么票的 后来我采访了一下 他们说 是因为看着我不缺钱 说我长得就不缺钱 我今天加带还跟我说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 我很缺钱 就真的无语了 就跟我长得比较厉害一样 没办法 就长得厉害你说这怎么办 这个就跟开饭店一样 饭店装修的时候花的钱太多了 每天卖几碗混沌 真的不够回本的呀 大家们 谢谢我们天天啊 感谢我们主任 谢谢我们自信小孩 感谢大家 你一看就是个富婆 真的没谁了 没钱家人们 真的没钱 不像大家想到的 我真的是 后面有一个大老板 或两个大老板 没有 每天跟加带一起住 加带是我的大老板 单PK啊 人气会涨 我怕双粉 我怕双粉 我们两个人 一看你就不差钱 哎呀 别提了 没办法 这真是个bug 要去PK是吧 我们等等再PK吧 我们先涂一头啊 要不然把嗓子 给调整好 要不然我们就 把我们的 铁粉给维护好 是不是 我们现在呢 有的时候 设备出错呀 或怎么样都会 伤粉 所以我们不想这样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都是开心的 嗯 感觉是富豪主播 直播就是玩 你说那怎么办 你说是不是宝宝 怎么办 我们直播真的是 我们都靠直播挣钱的 靠直播为生的 全家都靠直播去养的 家人们 有管理的 我们家有管理员的 嗯 调整心态啊 我们 调整一下直播时间 所以先给大家说这些事 希望大家 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 要不然大家会觉得 我跟家人每天都在变 一会儿这么样 一会儿那么样 就是 如果你们深深阻地 是我们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你们就会有一种想法 在里面了 这样吧 家人们 所以让大家能理解一下 要不然大家会觉得 啊 直播不好而播 然后没了没了的 一天到了近事 我怕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些事 希望大家能够 理解我们 理解我们的选择 理解我们的一些变化 嗯 所以说 我们可能要不然 就会加PK 要不然就会缩短下直播时间 或者是家带会多说一些话 帮我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不是宣宾夺主 也不要去攻击他 有很多黑粉说攻击他 然后又 就是 家带其实心里也会觉得 就是 也不太好那种感觉 他其实没有想要 去占我的这个风头 或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们可能会缩短一些啊 时间还是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可能会变成一场 或者是缩短一下 缩短一下啊 哎 我这个耳机怎么跑出来 嗯 好了 嗯 而且家带很用心的 谢谢宝宝 谢谢 家带很大气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们唱哪首歌给大家 我们再唱一首歌吧 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 声音你们觉得很杂 我耳机里听着也有点杂 膝带 膝带组合 你们都像富佳妮 他们说家带特别像那种娇生 惯养的那种 父母精心培养的那种大小姐 是不是 其实不是啊 我们的父母都是正常的工薪阶层 嗯 我们都是从父母的口中手中 省下的钱 供我们学这些才艺的 我们都是普通人 家人们啊 都是普通人 很多的直播间的朋友 都比我跟家带优秀 真的 沉门曲 从你的世界路过 那我来我们看一下我的耳机 好不好 那家带跟大家再聊一下 我看我的耳机 看看一下我的这个电量 我看我的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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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怎么切我切帽了 我们几点开始直播啊 我们是上午是十一点开始 十一点到十二点半 然后晚上呢 是九点到十一点开播 谢谢大家 大家喜欢 大家喜欢若曦穿变装是吗 感觉很亲切 来 我们现在是第二 最后一首歌了吧 送给大家 是什么呢 看看大家想听什么歌好不好 我们靠在公屏上 我们靠在公屏上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谢谢世卫 若曦那条裙子吗 你们是喜欢若曦现在身上穿的那条裙子吗 女孩子如果喜欢若曦那个裙子的话 我们就接屏一下去搜一下 谢谢凯哥的 谢谢凯哥的娶你回家 感谢凯哥 一半疯了 一半酸了 已经唱过了宝贝 还有什么歌呢 若曦的单曲啊 我发现若曦确实不太爱 喜欢唱自己的歌 为什么 理发师从来不给自己剪头 人家理发师不剪头发是因为够不到 无人与我 小天无人与我 大不良 从你的世界路过 你看 大家还是挺喜欢他的歌的 那我就唱 从你的世界路过吧 我经常吃饭的时候都听到这首歌 还有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这两天也没有唱 唱从你的世界路过吧 是吧 红颜知己有机会唱啊 可以啊 谢谢 感谢大家墨镜 唱什么最后 我又忘记了 断片了 从你的世界路过 对 那唱若曦自己的歌 从你的世界路过 送给大家 看月色中的我 看月色中的我 坐在你的右侧 想说却没有说 想留却又错过 从未想过 爱情像消瘦 有那么多的曲折 从未想过 我会像飞蛾 明知道没有结果 可对你的爱 可对你的爱无法割舍 在心里更加活胜 你是不是一样的爱我 一样忍受折磨 我 悄悄从你的世界路过 相爱却不能爱心非同彻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为你我注定寂寞 悄悄从你的世界路过 看着爱情像坠落烟火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为你我情愿寂寞 可对你的爱无法割舍 可对你的爱无法割舍 在心里更加活胜 你是不是一样的爱我 一样忍受折磨 悄悄从你的世界路过 相爱却不能爱心非同彻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为你我注定寂寞 悄悄从你的世界路过 看着爱情像坠落烟火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为你我情愿寂寞 悄悄从你的世界路过 悄悄从你的世界路过 看着爱情像坠落烟火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好 谢谢感谢飞扬 谢谢裴哥的保时捷 感谢一颗心 谢谢 小草感谢金哥 谢谢大家的礼物 感谢一二三 谢谢哈娜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哥哥 请你们的礼物 谢谢我们飞扬哥的礼物 再次感谢大家 这首歌叫做 从你的世界路过 是我的个人单曲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到所有的音乐网站 大家去搜啊搜徐渥希的名字 你们就能听到这首歌了 很多朋友都喜欢听这首歌 但我就不喜欢唱 因为这首歌默默唧唧的 我就觉得 从你的世界路过 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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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悄悄 然后我就觉得 翻来覆去唱 而且这首歌年头太长了 你知道吧 这首歌 是17年发行的 然后我就感觉 一直在唱这首歌 然后大家听的都是这首歌 好听是吧 都打打自己的歌是吧 大家可以搜索 徐渥希只能听到了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 陪伴和理解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直播的朋友 一直这么支持这个 谢谢大家 大家小听歌朋友 大家继续晚上9点钟 来到直播间好不好 谢谢你们 对我和嘉代不离不弃 每天的陪伴 谢谢你们 用了很多的时间 用了很多的精力 在我们身上 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我们能够好运常伴 好吗 我们晚上9点钟啊 直播间不见不散 拜拜